以手肘去薄它的话 容易买贵 不用开 你已经垮了 随便一块大盘 都是个几十万 这个料子开完之后 只能用挖操挖操来形容 你们信不信 一公斤的更衣角 我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皮壳是刷过的 不是自然脱纱 但是皮壳呢 是非常非常的老的 这个地方刷得有点过了 可以看到肉质 肉是非常非常细的 起胶的一个东西 压灯来看 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点淡淡的 天空蓝底的 是个起胶的东西 而且肉非常的细 同时呢 总是非常的好的 而且很纯啊 料型非常完整 这里是有个手肘圈口的 但是料子小呢 只有一公斤 我们首先 不要去考虑它的手肘 因为你以手肘去薄它的话 容易买贵 我们这一牌子打架就好了 一公斤 满肉 带蓝底 胶块 总的都这么好 开完是非常非常美的 那么品质确定了之后 我们需要考虑什么 需要考虑它的入手价格 一定要考虑性价格 入手价格越低 你去薄它 风险性越小 但是如果你买贵了 质量再好 只要买贵了 你的风险就大了 有的都不用开 你已经垮了 所以说料子品质是前提入手的性价格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话不多说 这个东西质量很高啊 开完之后给你们看结果 这个料子开完了 那就漂亮了 过来给你们看一下 自然光肉质稀腻起胶的一东西吧 特别细 这种胶感是满满的吗 压灯来看 哇塞 漂亮吗 带点淡淡的蓝底 这个东西出牌子那就漂亮了 可以出好多 随便一块大牌都是个几十万的东西 牌子挂件一楼框 好的东西呢 不需要介绍太多 它是会说话的 非常美的一个东西啊 后边怎么起货的话 记录给你们看 好了 飞驰出品呢 毕丽精品 喜欢飞驰的 双计加关注 爱你们